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們是13組 然後我們來改變給大家一樣 我們主要是要去做 Voice Transformer 但是我們到後來我們的想法做裡面的改變 我們主要是在做 Voice Shifter 好 這邊是我們的 Introduction 從 R-Line 我們會先告訴你我們本來的Idea是什麼東西 可是最後我們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的 Result Discussion 跟 Conclusion OK 那我們最主要的目的本來就是要去做 我們的 Voice Transformer 因為老師不是要我們去做綁架檔嗎 但是我們試過很多次 我們做不出來真的把聲音改變得非常Natural 因為你要Natural一點才會聽起來比較像是正人吧 我們甚至還拿了塑膠袋去試 然後發現塑膠袋試好像效果還比較好一點點 就是你套著一個塑膠袋然後去對你的麥克風講話 我們發現這個效果好像好一點 但是聽起來還是怪怪的 OK 那我們就主要是Focus在去改變它的頻率 我們去用我們的 Pitch Shifter OK 那我們本來的話我們的Idea是 因為我本來就不是做這行的 然後所以我就想了一堆奇奇怪怪的東西 可是最後都被打槍了 我本來想說我們就把它轉成 Frequency Domain 然後去做一些平移之類的再把它轉回去 可是最後我們選擇是用 Delay Phase Pitch Shifter 它主要的話我們的這個概念是 來 在這一張 我們主要概念的話其實有點像我們在講 Homeroom 2吧 我們有用到 Pitch Collection 那我們是先去搜了我們 sorry 我們先去input我們的信號之後 然後去做了Pitch Collection 然後找到Pitch之後 然後再去把它 這個 你可以看到我們上面跟下面有兩個Channel 我們把它放進去兩個Channel之後 然後去做了一點Time Delay 那我們做完之後 然後再把兩個信號再Synthesize在一起之後 把它再重新輸出 那我們主要的Idea 其實就是跟這張圖還有跟前面那張有關係 我們把它變成兩個Channel之後 然後把兩邊input的時間不一樣 那把兩邊input的時間不一樣的話 就好像我們本來的訊號被拉長了一樣 所以本來訊號被拉長 我們就覺得它的Period變長了 所以它的 sorry 它的Period變長所以它的Frequency變低 所以我們在後面也提到 我們做這個方式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我們只有降低的時候效果比較好 然後我們要把它升高的時候 反而來的問題出現很多 好 好 那 就是我們在去做Shifter的時候 我們直接去改變了我們的半音 那我們在改變的時候 我們女生降音的時候 我們降了六個半音 男生降了十二個 sorry 男生升了十二個半音 那為什麼去做這樣的選擇 因為我們試了很多遍 我們發現女生在 不要超過八個半音的時候 她效果是最好的 男生發現她在六個半音 九個半音的時候 她聽起來都很像機器人 所以我們後來才把它 拉到十二個半音 聽起來比較好一點點 但還是很不自然 OK 那我們做完之後 我們的結果在那邊 那這是一開始原來的聲音 然後你可以看到那邊藍色的是 我們去抓Pitch之後 它本來的位置在那邊 然後這個是男生去升音之後 那升完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那邊 有一個很奇怪的一點 就是這邊有一個藍色 突然這樣子 往上往往跳上去 那我們在想那邊 可能是因為我們在講話的時候 剛剛好用到氣音 所以看起來怪怪 因為我們去對照時間 它真的是在我們講出氣音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這樣子很明顯的跳躍 可是在女生降低的時候又沒有 好 那我把兩張圖放在一起之後 我們本來的是下面這個 然後跳上去的是上面那個 這邊不好意思 我沒有放上去它那個比例 因為我們用十二個半音之後 然後對出來大概是兩倍 大概兩倍的frequency 所以我們就大概生了一個 八度多一點點 OK 好 然後我們聽一下 怎麼不見了 不見了 Sorry 讓我跳出來 我們聽一下有人來了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發生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還是要用電腦放就好 どうして 等我一下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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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shape上去之後 它已經比較好一點點 但是還是沒有到非常自然 然後另外一個 對 把它放大一點 看比較清楚 對 這沒有那個效果 對 對不起 然後另外一個結果的話 這個是女生的 它本來比較高一點 然後最後把它拉下來一點點 然後把它放在一起之後 你看到的話 它就很明顯 它就很明顯 可是你也可以看到我們 因為把它這樣子 拉下來之後 它再把它有點壓縮起來 所以它的那個 高度那個長度 它比較短一點點 可是我們在做的時候 其實是把它全部疊在一起 所以感覺應該要變長才對 所以這也是我們覺得很奇怪的地方 然後 今天天氣很好 這是原來的 這是後來出現的狀況 這是後來出現的狀況 OK 但是 基本上聽起來是同一個 你可以大概猜得出來 是同一個人 OK 好 然後 那我們最後 我們的result discussion的話 我們 正在想的願望 就是要做 Voice Transformer 所以當然要聽起來 比較自然點 可是這邊的話 我們發現我們 網上的 那個Pitch Shift 發現它比較沒這麼自然 然後往下好一點點 可是往下 剛剛聽起來 其實有點像怪叔叔一樣 好 然後 我們在 這邊把它往上的話 只是 就像前面講的 我們只是要找一個 聽起來比較好一點點 但是還是蠻像機器人的 OK 然後我們就在猜 這個的話 是因為我們在前面 用兩個 Buff Channel的時候 然後 那個Channel 因為我們是要把它 時間拉長 所以它可能對 Lowering的時候 比較好 所以對於我們把它 Shift Up的時候 放比較多一點 然後 然後 Yeah So Up 對不起 我們還有一個東西 我們有一個 realtime的要 弄 欸 還是我先講完再弄realtime 好 對不起 我們就先把它 懷除講完 好了 所以就是剛剛講 我們的Transformer的話 應該要 金嘴點 然後自然點 可是我們發現我們的結果 都不是這樣子 然後 然後 我們在想 我們 up the problem 可能 用別的code 去處理這件事情 但是 那是之後 another story 但是 sorry 然後先拍了一個feedback noise 就是我們在做realtime的時候 會發現像大家剛剛一樣 你的feedback就會不斷的 一直進來 然後讓聲音越來越大 越來越尖 有這個狀況出現 OK 然後這是 就是 sorry 這是我們的reference 然後 讓我 去 OK 好 那我們直接用一下realtime的presentation sorry 還是直接放就好 都可以 好 直接放就好了 所以我直接對電話 對對對 OK 我們就用女生把它ship down 今天天氣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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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1 2 3 大概是這樣 2 3 那我們的話 我們這個realtime的話 它時間就比較長一點點 對不起 對我們最後 就再講 我們的realtime的話 的時間比較長 大概1秒多一點點 然後我們剛剛前面那個 在轉換的時候 大概不到1秒鐘 大概0.809而已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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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不是這樣 你不是這樣 OK 謝謝你的探討 好